嘉庆二年,傅查氏通过外八旗选秀,被嘉庆帝指给十五岁的皇子绵宁,后来的道光帝围策附计。 嘉庆十三年,皇子绵宁的嫡夫近有户路士病逝,傅查氏原本以为自己会借此上位,成为绵宁的正式伏计。 没想到的是,嘉庆帝却出人意料地加办了一次选秀,将襄皇旗同家室指给了皇子免宁为继伏计,这位同家室便是后来的孝顺成皇后。 嘉庆二十五年,嘉庆帝崩始于热河避暑山庄,随后,皇子免宁继承了皇位,视为道光皇帝。 免宁继位后,立刻对前底救人进行了加封,傅查氏以原侧附计的身份,被封为前平。 然而,傅查氏嫁给道光二十多年,都没有诞下子嗣。 由此可见,傅查氏实在不得道光帝的欢欣和宠爱,从道光帝给傅查氏安排的寝宫,也能亏得一二。 傅查氏被册封为甜品后,即被安排到了严玺宫居住,严玺宫属于东六宫之一,因离皇帝的寝宫最远,历来,都不是宠妃居住的宫殿。 道光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三日,严玺宫内突发大火,火势异常凶猛,几乎收回了严玺宫所有的建筑。 据史料记载,甜品在大火中受重伤,不致声望。 这场大火很是蹊跷,许多的宫女太监都得以逃生,居住在偏见的陈贵人和常贵人,在火灾之前,就已经搬到贤淑宫。 甜品是义公主位,理应第一时间被救出,但唯独甜品葬身火海。 道光帝并没有彻查此事,只是仗责了严玺宫的掌氏太监。 异常的大火让甜品知道了秘密,终称为历史的谜团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